欢迎收看金明天下 中国公务院总理李强 在这个礼拜会出访纽西兰跟澳洲 那么澳洲总理也特别投书媒体说 现在要重建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关系 另外美国针对中国的 H的AI晶片 现在是要扩大限制了 锁定的则是GAA的一个制程 另外在这个礼拜 美国最受关注的两个重磅的一个消息 包括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以及美国领准会会公布最新的利率决策 那么现在投行纷纷是绷紧神经 他们认为说美股可能会迎来剧烈的一个震荡 另外也特别关注到对冲基金 从上礼拜开始 现在已经有点放弃半导体相关的一些个股 而且改买的则是软体股 它背后代表什么意义呢 另外我们看到在苹果股价 昨天大涨的一个带动之下 台阶电今天是一举突破了900元大关 那么在盘中我们看到最高也有来到914元 整个市值已经突破了23.64兆元 这是创下了新高 另外在吴东镜的部分 因为在这个新版结诗宝 传出在投资以及新建的过程当中 疑似是有弊端的被减掉给约谈 那么在讯后是以天价1亿元交保 而事实上在这一次可以特别关注到 这个版新版结诗宝它主打的就是在健康 以及在医疗的部分 而台湾现在所谓的这个乐活宅 养生宅也越来越多 背后这个养生村的商机究竟有多大呢 我们先请教朱老师 我们看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这一次要出访纽西兰 澳洲还有马来西亚等国 特别关注的是在中国大陆之前 跟澳洲之间的这个关系 似乎是有点紧张 有机会借由这一次的出访 修补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肥用有点紧张 我觉得太保守了 两国只差没打起来而已 因为话说就是2020年 新冠疫情期间 大家都想说这个新冠疫情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当然当时倒觉得是武汉实验室 都出来的 可是当时主要是其他像台湾 这些国家在讲 可是像这些大国 尤其是澳洲战之前 大家都知道 他跟中国关系很好 结果澳洲居然就跳出来说 就是你们 这下真的是把中国给惹麻了 所以开始全力去封杀澳洲 即便你过去跟我这么多 尤其是早年像陆克文 当总理那时候 跟中国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尤其是我很多年前 大概十年前 需要派我们到那边去进修 我一到雪梨机场 我当然吓到了 整个机场里面你看到的 全部都是简体制 整个免税商店 卖的都是中国的东西 然后那个墙壁上的看板 也都是中国的商品 我都怀疑奇怪 我不是到澳洲吗 还是我到了中国的某个城市 可见那时候关系真的很好 真的是非常好 可是2020年的事件之后 两国真的就是决裂了 但是你看到这一次 我看到第一时间 我看这个新闻 真的是吓一跳 什么时候突然两个 就变这么麻烦了 尤其他也知道 这五个国家号称 所谓的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干嘛的 简单来说 我就是合起来唯欧中国的 我们就比较简单的来说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现在居然 注意李强 中国第二把交语 而且是七年来 第一次有中国这么高层 去访问澳洲纽西兰 所以背后的意义 绝对不简单 所以你说他们到底 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来 首先我们看到 五眼联盟 看到这个名词 我们第一个想到 政治的问题 对 你现在尤其是 以美国为首的 你找了一大堆你的门帮 要去打我中国 好 那我中国 我当然要反击嘛 我反击 可是你整个结合起来 我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对付 所以我要怎么样 各个击破 各个击破 最容易失利的 当然就是还是回到澳洲 因为毕竟我过去跟你关系 曾经非常好 尤其是澳洲经济 其实非常依赖中国 可是因为了刚刚前面 讲到的事件 两国闹翻了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一个我可以失利的着眼点 所以到澳洲去 那李强当然要给见面礼 怎么见面礼 之前那么多 我不准进口的东西 譬如说煤炭 葡萄酒 龙虾 尤其龙虾 我想喜欢吃海鲜的人 最有感 有没有发现这一两年 台湾龙虾超便宜的 以前一只龙虾 随便你到餐厅点都是 至少都是上千块以上 可是这几年很多那种 五九九可以吃 就可以吃到龙虾 甚至很多buffet餐厅 龙虾吃到饱都有 真的 我们不得不说 就是拜中国 我不要你澳洲龙虾了 所以他去产量 就会变得很过剩 惨了 以后没地方卖 所以只好便宜卖 所以不只澳洲龙虾 包含著加拿大龙虾 都是一样的情况 是好所以这一次一去 中国就说了 我可以让你龙虾去去进中国了 已经释出善意了 对好那但煤炭这个东西对对澳洲来说也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也知道澳洲有非常大的经济是靠矿业 而且以前的矿不管什么矿基本上都卖到中国 因为中国是几乎是所有你想得到的矿都是全世界第一大的需求者 可是澳洲当之前都被进了 李强去了以后 他除了拜访这些官邦的拜访之外 他还去了哪些地方 中国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天奇梨业 好专门做梨矿的 他就去参观了 甚至还去参观了 氢气的研发厂 这不禁让人家想到 不就是两个方向吗 你不用说 一定是跟电动车 离电池等等 相关的产业有关系的 那氢气 这也不是现在包含日本韩国乃至于澳洲 澳洲很多国家 大界也在发要发展氢能源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李强去了之后 参观了这些场 不禁让人家想到 中国是不是想要又在这个方面多所琢磨 可是他想 中国明明你这些什么矿什么东西 你已经够多了 你还有需要吗 还有需要找澳洲吗 尤其是大家也知道稀土 中国自己也很多稀土 你可以看到整个数字 基本上百分之七十的稀土开采 甚至更重要的加工 都掌握在中国的手里 那剩下是谁 其实就是澳洲 其实美国当时找上澳洲 就是希望澳洲帮他们建 这个稀土的加工厂 因为稀土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量比较少之外 很重要一点是 他必须精炼到很纯 他才可以使用 不是说你挖挖出来 随便弄用就可以 你要把它精炼到很纯 那个就有技术了 所以除了中国之外 当然就是澳洲 好 所以中国的态度 你不觉得 招然若接吗 我已经掌握这么大一块了 我再把你拉进来 我们两个不就掌握全世界的稀土了吗 真的耶 这是个多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可以看到 整个稀土的使用 真的是 我们从最基本的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 基本上都有 一定要用的 都一定会有一部分的稀土 但我们不要说军事方面 你从飞弹或卫星 什么 你通通都可以用到 必须要用到 不能说可以 必须要用到稀土 所以你看 我跟大通就开始警告了说 你这个美中之间的抗争 下一个战场 可能就是狂产了 所以中国为什么有这个动作 为什么李强要做这个动作 你不觉得他这个动作很全面性 我有政治的考量 我有经济的考量 我甚至我跟美中之间的对抗 我有战略上的考量 就等于面临美国的制裁 他可以手上我有更多的筹码 对 我也是在未雨筹码 因为不知道你美国 你下一步会做什么事情 那我现在能掌握 能做的 我先掌握住 不管你美国 不管你欧洲 你未来都一定要这个东西 结果我们现在市场 没有那么热 你未来的大方向 大家的大方向 还是一样 那我现在先掌握住了 以后你需要的时候 你得求我了 我想到都要起雞皮疙瘩 这是个多可怕的事情 可是回过头来 美国当然也不是 对 坐以待毙吧 对 你有你的政策 我有我的战略 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有可能 要进一步做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结果发现 打不死 尤其是你华为 据说你现在能够进展到五奈米 甚至未来 会不会真的有三奈米 好 我当然要在你 在进一步之前 我先读你 读你什么 技术 而且他们很怕他们中国大陆 在AI这一块 会发展得很快 对 中国绝对不可能放弃AI 即便你这怎么赌 我绝对会找到一个对应的策略 好 其中很重要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们台积电接下来要去做的 所谓的GAA制成 那全世界目前已经在做GAA制成的 其实大概只有三星 但是台积电已经已经说了 接下来明年起我就要开始用GAA 台积电为什么没有像三星这么早介入 他说因为GAA之前的相关技术 没有那么成熟 我那么早用有什么用 还有你看到三星用了以后 所以问题是 接下来你台积电要更往两奈米 甚至一奈米以下走的话 你原本的制程是达不到的 一定要进入GAA 台积电知道三星知道 难道中国不知道吗 中国自己想要去突破 他当然也要用马号 所以美国先一步 我不准你用相关的制裁 制裁权 我IP全部都可以锁掉 都可以封掉 就如同华为当年被封了 你不可以给我用安卓系统 那华为伤就很大了 那我现在这个也把你封掉 我不准你用相关的制裁权 这就对中国大陆在发展晶片这一块的 杀伤力非常非常强 你想那你接下来还能够做什么事情 那同样的我们再看到 之前习近平五月初才到了法国 马上拜登也去了 你刚去我立刻赶快再去 我赶快把你之前做的事情消毒 那当然讲到拜登大力想到 一定选举的关系 所以你要做选举 可是拜登大家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什么 他的健康问题 尤其是你老是有事没事就放空 这件事放空是比较文雅的说法 可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夸张 明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的活动 你可以居然一分钟都不动 有人说他这样子站在 大家都在旁边 其实都蛮欢心服务的 就跟着音乐在舞动 但是他就站在那个地方 他刚刚看起来很像蜡像一样 对 他是不是灵魂出窍了 所以下次我如果站下面 我十两钟不动 志愉交 你就要提醒我一下 好 来 最大问题 大家看到这个支持度就知道 为什么拜登要做这些事情 其实很明显的就在告诉你说 我这支持度越来越低了 真的 支持度只有37.4% 尤其是我还有这些负面的事情出来 我不敢会多做点事情 选民真的未来不会支持我了 所以美中的对抗 未来真的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事情发生 好 星光仁寿的这个新版杰士宝 那么传出说 他在新建投资的期间 疑似是有弊端的 所以前董事长吴东进 他被这个讯后 最后是以台币 真的是一亿元的这个天价来交保 我们要请教这个朱老师 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大家也觉得开始去注意到 因为这个新版杰士宝 他其实主打的就是医疗健康 是 没有错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这第一个吸引人的 真的就是这个一亿的 对 这个一亿是这个一亿保证 今天你想 对 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想的事情 到底真相是怎样 所以如果今天新兽 因为这件事情损失一亿 结果吴东进也要一亿交保 我觉得这个比例上 真的是蛮夸张 真的很高 那话说回来 那这件事情到底 为什么这么说到注意 最主要就是这个新版杰士宝 他是在中国 在星光集团 在新版特区所盖的一个新的签案 他其实包含山洞 那山洞里面除了有医院 然后他也有饭店 更瞩目的就是他现在要做养生村 所以大家想说 你过去大家对新手的这些相关概念 我们都停留在金融业 可是他们其实很早就跨入 这个所谓的杰士宝 可是他以前在做杰士宝是做什么 商务饭店的形态 有些是做成这个就是 有一般的旅店 但是有些是那种常租式的 做给这些商务客 好 那所以显然的 他现在要转到所谓做 这个养老村或是所谓的热林宅 显然就是看到不同的商机了 而且台湾这种养老村 越来越多了 对 没有错 我们刚刚说的 从新这个杰士宝的转型 我们就知道真的一定是有商机嘛 要不然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受到瞩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 我们这只列出来 其中一小部分 事实上你如果去查 譬如说你用热林宅或养生村 你可以找到异团 而且从台湾的最北端 北海岸 一直到最南端 屏東 都有类似的案子 好 譬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 在关西的 新竹关西的地方 这个背后是某房屋公司所投资的 来 这个大家一定就很生存 藏羹 在林孔那边养生村 而且这是王永庆生前亲自监督建的 所以在当年其实是非常非常风动 他环境非常好 春天还可以赏银 对 而且他因为时间点非常非常早 当然台湾还不太有这种概念的时候 王永庆就要说他要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也是这个日社生集团 他们所投资的 这个我们不多说 那这个康宁会馆 他背后也有康宁医院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呢 因为常客我们知道 背后有常客医院嘛 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在投资这个产业的 要嘛背景有医院 对耶 要嘛就是跟建设公司有关 可是你看到现在 金融业也跳进来了 对 都是要来抢这个 雅生村的大地 显然就是商级很大 所以给大家整理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 基本上呢 他到底在干什么 简单说就是 你退休养老 你可以住进去 可是你说跟一般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是饭店式管理 那饭店式管理 大家就很清楚了嘛 大家都有住过饭店 可是更不一样的 既然打热林 或是打银法村 就是除了饭店式管理之外呢 更重要的 有医疗人员在里面 譬如说呢 其中某一间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待在房间里面 十二小时都没有出来 服务人员就来看你的 咕咕咕 你咕咕咕 你要不要怎么样 要不要很明时 如果你今天 如果只是住在这饭店里面 你三天都不出来 不会有人理你嘛 所以经常我们之前有看到 有些独居老人 对 可能往生之后很久才被发现 是啊 好 那什么资格才能够住进去呢 我跟你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 有钱 对 年纪还不一定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有年龄限制 好 譬如说你看到这几个 都有年龄限制 五十岁 我也很想退 可是就是要有钱嘛 好 来 其实这些养村村呢 他们的经营方式有分两种 一个是卖断 你可以整个买下来 产权归你 可是还有一种就是 你就是付 类似常租型就是住在里面 付房租 好 像付房租一样 除了那些房租之外 很多其实还有个附加费用 是刚表里面也有提到的 叫保证金 而且这个保证金是非常非常多 如果真的说台湾第一个 就我所知 台湾第一个是 润泰集团 投资盖在淡水的那一个养山村 他住进去呢 除了房租之外呢 你要假如保证金多少钱呢 按照房型 七百万到一千五百万 光是保证金 还不包括 每个月的那个费用 是的 还不包括每个月的费用 而且刚刚我们所列出来的那些 基本上都有 只是少折几十万 多折就是我说的上千万 所以说我刚刚说的 你要做剧剧你要先有钱 好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跨入这个行业的越来越多 我们刚刚说的 从以前我有医疗背景的 然后我到建设公司 到现在 连台糖都要参议咖了 国营事业 不过台糖在台南盖的这个 他自己没有要经营 他是我盖好之后呢 他委外 我委外经营租给人家 那刚刚讲到台湾房屋 人家也是花了很大的钱 因为他们有做过研究 到明年全台湾会超过五百万个人 六十五岁以上 所以这个商机也是非常非常大 那更是不用说的 日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住到 就发现这个现象 你知道日本老年化很严重 所以他们相关的这些法规也都出来了 我想台湾未来也会慢慢的 朝这条路走